8月29日消息,8月28至29日,李天一等5人涉嫌强奸案在北京海淀法院进行为期两天的审理 庭审结束后,孟哥在法院人员的保护下快速走入汽车,未曾停留接受采访 庭审结束后,搜狐记者继续等待希望获悉相关信息 发现5名被告中,魏石兄弟的律师李在科迟迟没有不出法院 他通过电话透露,是因为遭到了别的被告方成员的人身攻击 并告知搜狐记者会讲述相关信息 搜狐视频娱乐博报整理报道 您大概什么时候出来呢 不说了不说了 是,现在是谁对您人身攻击方面透露一下吗 是被告方还是原告方呢 被告方被告方 就是您现在是因为人身攻击所以没有办法走出来对吗 我签筆怒是吗 对对对对 那您大概一会出来会不会跟媒体详细地披露一下今天的庭审过程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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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情 尽量不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 但至于说呢 至于说有些人啊 有些人啊某些啊某些家长啊在法律上不能进 给我进行无端的攻击 无端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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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有这个这个 一个是他的他一贯从事的职业 因为他在这个在这个酒吧已经很长时间了 二一个呢他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经理 也就是本身的证人 第三个他同事啊 也就是他他本身有正在工作 本身确实是一个一个公司的资源 那么他晚上就来上坡啊 他有具体的证据吗 要具体的证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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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整个宣判就是宣判过程还满意吗 我的宣判过程现在还不宣判 就是已经掌握的证据是你跟哪个人呢 因为他到这个掌握的证据 有他本人的证据 在公安局上做的证据 有他的同事啊 我的朋友还有个人的经理 还有今天到场证人 都能证据这一点 你换一下什么时候再开庭吗 这个下次开庭呢 恐怕就是领判决了 什么时候呢大概 大概的八个月左右吧 大概会开庭 天一在车上打烊女士是为什么 这个也不愿意了 对吧 不是 这个的话你请 请说一下你不要提名字 李某有冤枉吗 这李某某在车上打烊女士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不愿意了 烊女士不愿意了是哪 当然最后呢 这个实际上给他实际上 实际上给他实际了两千块 当然 这个让我 所以四位都查 认罪态度都很好 对 四位的认罪态度都很好 这就意味着呢 四位都是如实地 顾富了这个 整个重要的全部经过 这个人的口供是一样的吗 他们的是相对有合的吗 还是说也有矛盾点吗 如实肯定没有合 对吧 如实肯定没有 比如说如果说你们两位 那个那个当事人的话 受到最低的刑罚 你们可以呢 这个这个法律规定可以 减停百分之十 所以就是说呢 如果基睿刑十一年啊 咱们可以减 可以减 一年一个月 就是这个理由 因为呢 委托我们所的 委托我们北京市国家律事务所的 两位卫生家人的家长呢 因为他们在外里 今天有别的事啊 有别的事 所以说他们今天都没来 所以全权我们律事 所以他们处理处理别的事 要是被告人啊 都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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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心别急了 这边已经快闲了 我已经说吧 我的被告人呢 争取到 三年以下的缓刑 或者是免的刑事去哪 因为免刑事发生是有罪 免刑 您的委托人有当天道歉吗 我们孩子都当天道歉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孙力 是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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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孙力